周末假日玉璃正公所推动艺术人文教育从小扎根 结合民间绘画工作室师生举办了喜欢画画儿画展 在下午三点热闹开幕了 包括了先元潘岳侠 神父刘一峰等人都到场参加 透过镜头来欣赏右头们的精彩画作 午后咸阳照应着小小画家的脸庞 每一位小朋友唱着热爱105度的你 为自己喜欢画画儿的画展进行开幕表演 对着麦克风唱出稚嫩天真 然而拿起了画笔 每一位小朋友则化身为小小艺术家 不论笔触运用色彩的搭配及创作 都颇有大将之风 亲友家长以及长官贵宾都忍不住称赞 细细欣赏小朋友们的精彩画作 本身也喜爱画画的副一长潘岳侠 也被孩童天真浪漫的画作深深打动 也乐见家长鼓励孩子接触多元艺术 培养人生的美学 未来他也将全力争取资源 推动地方的艺文活动与教育学习 满怀的欢心满怀的开心来到这个现场 看到家长们带着小朋友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艺文活动 乐侠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那未来乐侠也会经济的政府机关 不管我们县政府或县议会 或者地方政府我们会同心协力 长官贵宾的莉林指导 鼓励也肯定孩童们的绘画艺术创作 担任这一次画展指导老师的绘画艺术创作家 柯秀宇也万分感谢 4月份的时候有主办一个个人游画展 然后那时候我伴我画展 马上就靠工作去申请 我就说我想要为我的孩子办一个画展 因为我觉得我伴我画展 这个过程你会对自己更加的自信 而且是很大的一个鼓励 那我其实也很想要鼓励我画室里的小朋友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生活 玉里正公所推动地方人文艺术教育 就从小扎根开始 这一次举办喜欢画画而画展 提供民间画室的师生展现自己的绘画作品 战期从即日起展到10月1日 政公所名证课长罗宗帅也欢迎大家 趁着周末假日前来欣赏孩子们精彩的创作 记者是玉兰玉里正采访报道